人到了60岁以后 一定要少去看望自己的一个兄弟姐妹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这样说的肯定会有很多人觉得 这样做是不是太无情了 咱们都众所周知 兄弟姐妹是除了父母以外 最亲的一个人 特别是当我们到了一定的一个年纪 父母都不在了 那么跟自己最亲的人都要少往来 这是何等之心的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个现实 理想有多丰满 现实就有多么残酷 你自己只要回顾一下你的一个四周 你就会发现我今天说的 完全是正确的 完全是有道理的 我没有胡说八道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这里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兄弟姐妹之间 是特别容易攀比的 谁都希望自己比别人过得好 对不对 往往看到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就没有人会去真心的去祝福 反而会产生那种深深的一个嫉妒心理 我所说的当然不是每个兄弟姐妹之间 都是这样的 最起码的大多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虽然说的是一母所生 七点都是一样的 小时候的生长环境也是一样的 但是成年以后 各自都组成了各自的一个家庭 一切开始大变样 60岁以后 人生已经有很多的一个财富了 财富也都不相同 有的人过得是大富大贵 有的人过得是穷困潦倒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经常跟兄弟姐妹来往 就会加重彼此的一个心理负担 与其这样 不如彼此之间不联系 以免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一个尴尬和误会 第二个原因就是越是兄弟姐妹之间 其实越容易板目成熟了 俗话说的好 人这一辈子千万不要高估了和任何人的一个关系 因为你以为自始至终 然后亲情包括信任关系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他人看来 这些和利益比起来根本都是不值得一提的 包括我们父母在世的时候 有父母在中间调和这个矛盾 兄弟姐妹之间还能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聚在一起 如果说我们父母不在了 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半脚石也就断了 如果说再去参加一些利益瓜葛的一个事情的话 这会亲情只会渐行渐远 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距离产生美 包括兄弟姐妹之间关系再好 如果老了走动 那下一代也难免会觉得厌烦 主要是你老了之后 你单独出门 子女们又不放心你 你老外出还需要人陪同 估计年轻人也没有什么耐心 虽然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越走越勤 但是如果说真心是为对方好 那还是少走动 多打电话 多微信联系也是一样的 只要相互之间有牵挂 感情就不会变的 再说了年纪大了之后 精力也是有限的 生活的重心还是应该多放在自己的家庭里面 我觉得人到60以后和兄弟姐妹之间 能见面的话就好好珍惜相聚的一个时光 然后如果说不能见面呢 就相互理解和包容 总之呢 开心的过好晚年的一个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那说到最后 说到这里 大家觉得呢 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你们觉得人老了以后 兄弟姐妹之间要不要过多的走动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 如果说呢 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也麻烦了大家给这个视频点点关注点点赞 因为呢 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一个动力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